Rub4的最頂級車款 我們今天為大家試駕的是Rub4的最頂級車款 就是它2.5的四輪傳動車型 在外觀上基本上它跟2.0的車型呢 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那這次我們的介紹呢 也會著重於2.5的四輪傳動頂級 跟上次我們介紹的2.01 HI車型 兩者之間的差異 因為一個是2.0的最頂級款 一個是2.5的最頂級 2.5也是全車系裡最貴 配備最好安全性最佳的一款車型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介紹 就在它們兩者之間的差異點 做特別的強調 那其他至於內外觀的線條 座椅設計還有後座空間 其實那些都是一樣的 包括底盤的結構 除了驅動方式 那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那些重複的部分 我們就不再做重複一次的介紹 那大家可以看上一次 我們2.01 HI車型的介紹 在RAV4 2.5的四輪傳動車型上面 它的頭燈跟之前2.0不一樣 之前是魯素大燈 這次是HID的氣體放電式頭燈 然後水箱護照跟前保 前保下緣 看起來都一樣的 在配胎的部分呢 它的2.5四輪傳動 或者是2.0全輪驅動 它這次所有車系的5個車型 所用的輪胎都是一樣的 都是2.5、6、5、7的全胎組合 那它的輪胎是用Yokohama Geolander G91輪胎 那G91輪胎呢 它主要是一個 Yokohama最近這兩年推出的 Blue Earth的一個系列 Blue Earth的系列 它主要就是強調它的油耗經濟性 那所以呢 基本上它如果換裝成一樣 同尺寸的輪胎 跟Blue Earth相較的話 它兩個輪胎表現出來油耗就不一樣 在車車的部分呢 它從B柱後面的車窗 跟之前2.0不一樣的 就是它頂級款都還配置了 有黑色熏黑的玻璃 一直到後面的C柱三角窗後面 它都是一個黑色的處理 那車頂呢 也有配備了它的鋁合金的車頂架 這跟2.0不能選配車頂架是不一樣的 在車尾可以看出 它跟一般2.0前驅車款不一樣的呢 也只有從它的車尾名牌的4WD可以做確認 那其他的地方 看起來就跟 二輪驅動的車型是一樣的 它後面懸吊底盤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筒簧分離的結構 那也很明顯的 它不是一個拖曳壁的結構 因為它後面不是一整支 從左邊的輪子到右邊輪子 它整個是一個拖曳壁的形式 它應該是一個雙A倍的獨立式懸吊而已 另外在它排氣管的部分呢 它排氣管的部分 後面尾端的部分 尾管並沒有做特別的修飾的強調 所以看起來呢 有一點粗糙的感覺 在中央儀表跟門板的鋪陳 看上去呢 也是跟2.0前輪驅動的車型是完全一樣的 而縱使是到了2.5的四輪傳動款 它的座椅呢 前座的部分 還是只有駕駛座的部分 有八項的電動調整 副電動腰靠 右邊那張副駕駛座椅 還是一樣是 一個完全手動的模式 在它方向盤的左前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一個2.5的四輪傳動車型 它多了一個中央偶合的 中央插入器鎖定的按鈕 在它的右前方 然後還有一個前後的 偵測雷達的開關 然後還有一個循跡 跟動態穩定系統的一個防滑的開關 在我們方向盤左前方的預備按鈕這邊 那這些配備呢 都是2.0車型上面所沒有的 不過這個雷達系統呢 有一點好笑的地方就是 它設定的這個按鈕在下面 是沒有錯 這個位置我們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說它閃爍 現在比如說左前方有個東西 它就滴滴滴 有紅燈 我們看到紅燈這個角在閃 那我們再請這個移動物體呢 我們移到右前方 那我們看到它依照它的距離 它的位置它就會有一個燈號閃爍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右前方有危險物體 可是 這個位置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在方向盤的左前方 所以我開車的時候呢 假如說我慢速行駛的話 聽到聲音的時候 我還要低下頭來看一看這個東西在哪裡 其實這個位置設計的很不好 很不方便 怎麼可能低頭去看這個位置呢 不要說開快 開快我們當然不要求 可是你就算是慢慢的接近某物體 或者是倒車 你還要低頭去看這個位置 它跟方向盤相對位置是在這邊 很少人會低頭 應該是把這個按鈕設計帶 中央儀表那附近比較好辨認 車子發動的時候可以看到儀表呢 那些配備的燈號都會亮起 然後在中央後視鏡後面呢 其實就是一個行車紀錄器的 我們可以聽到剛才我們發動以後 大概隔10秒 然後行車紀錄器呢 就已經自動用語音通知說 錄影開始了 如果說我們把我們的引擎熄火 它一樣會用一個語音來提示 另外它在駕駛車的左前方呢 有一個HUD的抬頭顯示幕 那上面可以顯示它的時速 還有超速的時候會有一個三角警示 那它的燈號大概是這樣子 在2.5的四輪傳送車型呢 它就會有天窗的配備 天窗呢也要到2.5G才可以選配 所以呢低階的車款是沒有天窗 然後在2.5的四輪傳動車型身上 還有2.5G以上的車型 就可以有定速巡航的配備 不然的話定速巡航這個配備也是沒有的 在中控台的部分 原本單片吸入式CD 到了2.5的四輪傳送車型 已經變成了DVD觸控式的螢幕 整個音響系統呢 馬上就升級起來了 它除了有DVD 然後可以看影片 也可以看數位電視 然後呢還有附衛星導航 基本上中間這一塊呢 比之前的2.0車型豐富很多 然後它的冷氣也是一樣的 在底下的排檔桿的位置呢 它的變速箱是不一樣的 上一次是CVT可以模擬七速 這一次呢是純粹的六速的自排系統 那富SPORT的模式 在它的排檔桿前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Eco Mode跟Sport Eco Mode 顧名思義就是按下去 它就會以一個經濟的模式來操作 你的油門反應 你的換檔 整個都會變得比較遲鈍 它當然就是以經濟為出發點 以油耗為優先考慮 Sport它就會 依照你的方盤轉角 然後依照你的油門深度 你的反應 控制你的節氣門換檔 讓你變得比較熱血 那這個部分 待會我們會在實際上路試駕 再跟大家做詳細的說明 在2.5的四輪傳動車型身上 它就有配置了 雙前座的正面輔助氣囊 雙前座的側邊氣囊 還有它的側邊氣連 總共有六具輔助氣囊 這個一定要上工到123.9萬這個車型 你才會有這些安全配備 還有動態穩定系統 循跡防滑 這些都是要選擇到最頂級的123.9萬的這一級 2.5四輪傳動才會有 另外在方案盤的右前方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DAC 這個是一個陡坡緩降系統 如果你打開的話 你在排路有檔位的狀況下 再往下坡滑行 它會自動控制你的車速 不讓你滑行的太快 而有危險 也避免你平平一直踩煞車 讓煞車系統過熱 這樣子造成煞車失靈的疑慮 即使到了2.5四輪傳動的最頂級車型 它的B柱上面 還有它的前座中央後方 一樣沒有配置中央出風口 讓後座完全沒有空調系統的配置 以這樣子的頂級的定位來說 這個配備 少掉這個東西 感覺就顯得不夠高級 那2.5四輪傳動的引擎 跟2.0不一樣 除了它的排氣量的差別以外 它一樣是四缸 那之前2.0的引擎 是反制式引擎 那這個呢 它的排氣管是在向前面的 反制式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引擎是這樣轉過來 它的進氣端是在靠前面 這樣子放 那現在這個的話 就是排氣管在前面 它加了一個 怕你直接碰到排氣管會燙傷的一個護照 可是這個護照 基本上也是金屬的 它還是很燙 也是不能摸 它排氣管在這邊 然後往後面 把氣送出去 然後它這具引擎 一樣是有 雙可變氣門正式 進排氣的氣門正式都可以變 還有一個進氣可變 就是說 它在低速或高速的時候 它的進氣系統 會調整它的進氣的流程的長短 然後讓它做 在高速的時候呢 用更快的方式進氣 低速的時候呢 比較長 比較不會有氣流 一個問流的現象 讓它進氣效率達到更好 那這是它這一個2.5引擎 最主要跟2.0的差異 RAV4的2.5四輪傳動車型 它跟2.0不一樣 當然第一個就是排氣量 引擎不一樣 然後它的變速箱也不一樣 底盤的部分 傳動方式不一樣 可是懸吊結構一樣 剎車系統一樣 它這台車子2.5頂級的 它有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然後它有循跡防滑 然後它有 全車的前後 四面八方的 不是四面 左右沒有 它前後 四個角 都有偵測雷達 它的引擎馬力是180匹 6000轉的時候輸出 它扭力是23.8公斤米 也是一樣是4100轉的時候輸出 跟2.0的轉速是一樣的 它的四輪傳動系統 倒是跟上一代有點不同 上一代呢 它的四輪傳動系統 比如說在直線加速的時候 它正常的情況 它都是以一個百分之百 前輪傳動的模式 然後呢 你如果是全油門 全力衝刺直線加速 它會變成5050的分配 那現在這一代的系統 它一樣正常是百分之百 前輪直線的時候 那假如說 你在全油門 它一樣是5050 不過它這次多了一個 方盤轉角的偵測系統 在轉彎的時候呢 它會偵測到說 欸 方盤現在在轉彎了 所以它預先 會把它的扭力 有一部分 預先分配到後輪 那之前的話 在過彎的時候 它的轉向呢 還是維持一個百分之百 前輪傳動的模式 像現在 它這個狀況就是說 你在開的時候 你有轉彎 然後它偵測到 你有轉彎 然後偵測到 它的一個水平 它的一個機質 然後轉角 它就會預先 有一個動作 就是讓它的扭力 可以分配 輸出到後輪 它是一個主動的方式 那之前 上一代2.4的車型 它是一個被動的方式 那另外再說到 它這一次 是有一個Sport的按鍵 它的Sport的按鍵 按下去以後 它可以預先 之前按下去以後 就是改變它的換檔時機 然後呢 增加它的油門的反應 靈敏度 油門開度 那這一次呢 它主要就是說 你按下去以後 它預先 就會有百分之十的扭力 先分配到後輪 那主要就是像 譬如說 像我現在在轉彎 我現在在轉彎的話 你如果說 你所有的力道呢 都是在前輪 那就是一個前驅車型 加上這種高底盤 它自然就會有一個 轉向不足的現象 可是你分配一點到後輪的話 後驅車的特性 就是會有一點轉向過度 那等於說 它把前輪轉向不足 分配一些扭力到後輪 然後增加它一個 整個過彎時候 比較呈現出來 是一個比較中性的表現 就是它會有 比較好的循跡性 比較不會有那麼明顯的 高 高重心 推頭 轉向不足 那它整個呢 就會比較均衡一點 那這次是它的一個 主動式的扭力分配系統 它前後跟之前不一樣的地方 那也是這次最主要 它的四輪傳動車型的特色 冰箱的部分呢 它是 六速的自排變速箱 它方向盤上面沒有換檔撥片 它主要就是靠你的 排行桿往左邊一打 就變成一個手排模式 然後升檔降檔 就是靠它的排行桿來控制 按下SPORT按鍵以後 它車子的油門反應 就會比較快 所謂比較快就是說 你正常 譬如說你踩50%或 一個一樣的開度 你的油門深度一樣的話 它的加速感就是會比較不一樣 它的油門反應會比較靈敏 那它的方向盤的手感會增加20% 就是它不會有那麼大的輔助力道 讓它的路感變得更好一點 那另外在SPORT按鍵旁邊 有一個ECO MODE ECO MODE按下去 SPORT的鍵自動就跳掉了 跳掉了它主要就是進入一個經濟的模式 那進到這個模式以後 車子本身當然會稍微比較無力 它就是走一個經濟的取向 如果說SPORT跟ECO都不按的情況下 儀表板會出現 左邊呢 會出現一個小小的ECO的一個小燈 那小燈就是代表說 你現在是一個經濟的一個操作模式 那如果說你狂踩油門 或者是緊急的急加速 一個很廢油的狀態的話 它那個燈就會消失 它就是現在就不是這個經濟的一個巡航的模式 至於它的手排 手排排檔桿撥過來 它中央儀表一樣會顯示一個檔位的顯示 然後還有一個小小的S 就實際試駕來看 它只要打到手排模式 它本身也會進到一個SPORT的狀態 它的檔位呢 也會維持一個比較高轉速 比較低的檔位 然後讓你在踩油門的時候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動感 經過剛剛的一個山路的一個狀況 它的車子啊 在彎中的動態啊 如果說它的懸吊啊 太過於柔軟的話 在彎中你會有一種不安定感 你覺得這個彎還沒有彎完 可是你已經覺得車子的重心已經 好像快把你甩出去了 整個感覺不對 那RAV4新的它的懸吊有經過加強 有它的平衡感啊 平衡感的後面的粗細 還有它的襯套啊 經過加強跟潤滑 然後它的彈簧的棒速也重新的調整 它彎中會給你一個比較安定的感覺 你的車子在過彎的時候 車子的確是因為高底盤有側傾 可是你會發現 它到一個程度以後 它不是一直把你甩出去 它到一個程度是維持在那邊 讓你去過這個彎 你會比較有信心 然後你會感覺這個車子的操控跟循跡呢 它是有一個水準在的 而不是說只要是Toyota的車子 它就是軟腳 它就是沒有操控 它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觀念 我上次也有講 這觀念真的要慢慢修改 因為車廠是那麼多人在研發一台車子 它做每一個東西都有每一個考量 當然它也許是大眾考量 也許是某種特別的考量 可是它現在它的操控 包括之前的Camry出來 之前的Camry 國產Camry 它們的整個懸吊操控的調校 都有提升起來 包括這次RAV4 它也是有這樣子的狀況 它有更好的循跡 更好的支撐 它也是有一個基本的操控水準在 可以設定通常 而且是在街路上 和這個操控水準在 是第一個操控水準 然後可以設定 這就是這山路水準 因為車廉還在 它的測布 你們怎麼會需要 只會操控水準 你們會不會讓它有 Juice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